3倍,所以以後呢,我都已經把它當成一個公式來背了 第一個先用Colon,如果橫向的話 放前面先決定第一次的結果 第二個的話呢,再去修改一下 按再插入,加上什麼 就大概先確定它的預設出現的編號 再來就是加上它的倍數 它的倍數通常是打一個Raw 刮鬍,先減掉它現在所在的列 那它是相對於工作表的列 所以是減掉它現在的列是4列 記得先減,所以記得要把刮鬍刮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起來的話,它會變成先乘的 在乘上,因為我是20列,所以乘上20就OK了 那基本上我後來我就把它當成一個公式來背 很多地方這樣都可以通的 其實只要你是類似單轉多都可以通的 比如說你一個來源,然後放在 你比如說資料庫裡面的東西要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可是它對應的數量不同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一招來做了 好,那其他就打勾了 按確定有沒有 我們來試一下,向右 因為這一列一定於減掉4,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的東西 但是向下,它就會1倍,2倍,3倍,4倍 一直到有沒有,很快吧 OK 所以原理原則通了之後 那這個東西也就通了 一樣嘛 向下 八個 不過COLN跟RAW要顛倒一下 剛剛是向右 所以前面是放COLN 但是我現在是向下 所以前面要放RAW 應該懂那個道理了 這個有點 需要轉彎一下 那我們一樣用那個MID函數 MID函數 OK 然後一樣怎麼樣 這個 跟一個 然後把這個鎖起來 F4 那因為我現在鎖在的位置是哪一列 我再打一個RAW 所以特別就是向下的話 RAW在前面 是3對不對 減掉多少 12 現在1嘛 所以按確定 它就8個 加上它的倍數 由COLN去決定 COLN MN 然後減掉什麼 因為它現在的COLN 是 B 2嘛 所以記得 減掉2 瓜胡怎麼樣 乘上多少 乘上 這邊總共有幾個 8個 所以乘上8 答案出來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你的邏輯有通的話 把它當個公司背起來也好 以後你看到這個 一下全部通通完成了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好像也不用做太多事 拉過來 全部完成 OK 做一下 如果你通了 你就幾乎不用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 試一下 所以 這個公式的話 雲端上也有 我是把它放在我看一下 雲端上面 我們主要是COLN跟RAW 所以你就是 不要用編號 因為編號這個東西可能將來 會有可能 不存在 所以乾脆你就用那個COLN跟RAW 我把COLN跟RAW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醒目的提示 那你們可以 上面那個是向右 下面那個是向下